我先講一下那個剛吳夫子那種 那個吳夫子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我記得第一次賞麵什麼 為了要滿足那個國外長者吳夫子的需求 我才第一次認識什麼是吳夫子 所以這個提案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們花了大量力氣跟時間 去完成一個吳夫子的拌桌菜 然後連那個 我記得那時候連醬油都特別去買過來這樣 然後第二個就是那個 我們之前有提案說要做 揪鬆團 impact report 那我們做好了 今天有帶紙本來 歡迎大家去參觀 去翻翻看 那接下來就是我要分享一下 我今天要提的案子是 那個立法院開放國會行動方案 那這個是大概今年6月1號 由那個Freddy還有幾個洪慈庸 還有行政院長和立法院的各個黨團 他們一起提出的一個方案 那也有民間的人參與 那有很多GNV的參與者一起加入 就是從籌備開始 然後我們也盡量把GNV的工作方式 帶到這個行動方案程序的過程中 那就是比如說在每一次的方案裡面 我們都會有直播 那有主字稿的紀錄 然後這邊在每一次草案 用滾動式的去修正 那我們也通過V Taiwan的這個見面來提供 希望大家能夠提供意見 那就是盡量把整個程序做成是開放 然後是可以揮集多種的意見 那這一次目前進展到這個8月 就是進展到10月這第一次草案出來的狀況 那所以現在的草案其實在V Taiwan裡面 能夠總共有五個分組的 提出不同的行動方案 那也都列出了實際上希望做的事情 然後要完成的時間點 那所以希望大家有今天如果中間休息有空的話 歡迎到V Taiwan的這個網站上面去 就各個提案內容去做討論 那我們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是 就是我參加的組別還有Rony有參加的是 那個數位化的國會 那數位化國會裡面我們也希望說 那個立法院能開一個Github的帳號 然後希望他們能夠把資料做一個 一些標準化的事情 那這些因為在立法院 他們正好要做一個系統的整合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把這些東西寫到他們 新的系統的COFOR proposal spec要求裡面 那所以希望大家有空的話 盡量就是可以去看一下要提出你的意見 那下個禮拜會是有第二版的行動方案 那邊會有公佈 然後會再進入第二版的意見徵求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追蹤這個專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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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謝謝 謝謝 bowl